演唱片 我要回趟街 干嘛去啊 我去上洗酒机 我家就有洗手间 我就是回家上了 搬来我家住吧 我看这待会儿再聊吧 班冯阳 我拉肚子了 大晚上的拉肚子跟我汇报 不是不是 我差点在阎月家拉肚子了 说重点啊 小姐 重点就是我现在还没有办法 在阎月家拉肚子 并且她刚刚已经邀请我 搬去她家住了 我是真的假的 那你怎么想 我 我 呃 为什么想 我觉得罗尔雅在一起的时间 还不长 很久了 什么年代了 不拉肚子了 这不是重点啊 总之就是 比如说现在这种情况 应该怎么办吧 这有什么人有三起 她严月就不拉肚子了 不拉肚子了 那说正理呢 我该不该搬过去吗 那还是得你自己考虑 反正我谈恋啊 不需要任何独立的空间 我觉得能在一起多久 就在一起多久 那可能是我一个人习惯了吧 那不正好换个厨房 不是说了 r 第四位 严曰 我们真的要步入这个阶段了吗 为什么不行呢 我是觉得我们 你苏妍的样子我也见过 你喝完酒 那个熊样子我也都知道 你的父母朋友我也都认识 你还在担心什么 有很多呀 比如说你要按时倒垃圾 而我 邋里邋遢 我都知道了 好吗 就算我邋里邋遢 对吧 但是 还有别的呀 比如说你不吃辣 我无辣不欢 对不对 这也都不合适啊 不合适吗 这都是什么问题啊 安大小姐 你说你现在住在我家隔壁 我也不能收你房租 不收你房租吧 你心里又过意不去 你怎么知道心里过意不去 本着资源整合 节能省钱的原则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但是 是 我要跟你冤法三章 好好好 我知道了 祖宗 你先出去歇会儿啊 这篇交给我就行了 好吗 好吗 我买了 很多人都不要 都不忘了 我买了 我买了 你说老板 这个人都不忘了 好吗 我买了 我买了 你先死了 我买了 你都不忘了 你不要买了 你不要买了 小哥哥 在忙吗 在忙 你家洗衣液好香哦 求个链接呗 那你准备拿什么来交换呢 安若 你愿意叫 嗨 在干吗 是不是很饿 我去给你做饭啊 不愧是颜大厨 你还会自己做烤肉啊 开动了 等一下 我先提前预定一下 因为我要吃蒜 好赞哦 干杯 干杯 好吃 很好吃 那必须的 你不看谁做的 那我给你包一个 好呀 你给我包一个很多蒜 真的吗 嗯 再来一聊 就是这一口 好 让我亲口 不要 你吃蒜了 干吗 不要 我来亲一下 嗯 哎 让我亲一下 我都给你做了一餐 这么多东西 你不让我亲一下 好吧 臭臭 没问到 哎呀 我觉得 就是这两天的事 什么 什么这两天 求婚啊 哎我先上个洗手间 回来跟你说啊 好 我会不会太快了 这怎么快了 你想 从我们找黑莎老师配音 到现在大大笑笑 也经历了不少事 那不以结婚为目的 不是耍油盲吗 那也不完全算是在耍油盲呀 毕竟我们公司现在 还正好出事了呢 那都是借口 而且 现在咱们不都是甜蜜器吗 时机啊 刚刚好 前几天 我听到胡佣俊这个傻袍子 给首饰店打电话 还鬼鬼祟祟的 根本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 胡英俊啊 对啊 不然还是谁啊 我现在可收心呢 我说胡英俊的话 确实不应该藏着叶子 应该快马加鞭 是吧 嗯 那你说 如果我太快答应他 会不会不珍惜啊 我说胡英俊的话